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三角梅花色很绚丽,在家里栽培也特别优美 三角梅也有不同的品种 坐在家里欣赏着自己种出来的花也是一种享受吧 那么,要是想让三角梅一直持续不断地开花,应该怎么做呢? 及时修剪和施肥 要想它恢复树的长势,就要及时地进行施肥 在花开之后,施肥应该要以腐熟的有机肥为主 这样就可以改善土壤,海力与吸收 更有效提高三角梅的开花质量 温度与光照 想要三角梅长得旺盛,花开得良好,那么温度就要跟上了 它不喜欢低温,喜欢在温度15度以上,还要见足阳光 要保证日照时间,必须每天要让它光照6个小时 如果光照不足,三角梅只会长个,不会开花 最后,还是要提醒大家 三角梅是一种喜欢攀原性的灌木植物 盆栽也一样会出现同性 如果不及时修剪,枝条就会乱长没有造型 因此,在生长过程中,应注意及时修剪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,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